哎哟,我的天哪,这是怎么回事啊,怎么有一辆挖掘机和大巴车撞车了呀,糟糕这里发生了车祸,大巴车的油箱发生了爆炸了,好大的火呀,看起来实在是太可怕了,再这样下去,挖掘机也会被烧毁的,哎呀不行,我要赶紧去找人来帮忙,对了,我的贝利亚爸爸还在旁边呢,我要去找他来帮忙,爸爸爸爸不好了,不好了,马路上发生了车祸,车子都爆炸着火了,你赶紧起来去帮帮忙呀。 哎呀,你怎么还在睡呀,我要赶紧去找消防员来帮忙才行。惊慌失措的小贝利亚跑在马路上,四处寻找消防车,跑了好久,终于在一个路口发现了一辆消防车,他立刻跑了过去,仔细看原来是赛罗,他现在是消防员。 赛罗叔叔不好了,出大事了,前面的路口发生了严重的车祸,一辆挖掘机和大巴车撞车了,大巴车的油箱发生了爆炸燃起了好大的火呀,挖掘机也快被烧毁了,你赶紧开着消防车祸去帮忙灭火吧,再这样下去,整个光之火都会有危险的。 什么?小贝利亚,你说的是真的吗?我怎么没有接到通知啊?哎呀,这种事情可不能拿来开玩笑。叔叔再问你一遍,你确定是前面发生车祸着火了吗? 是的,是的,赛罗叔叔我真的没有骗你,前面发生了好严重的车祸呀,车子都被撞毁了,火还特别的大,冒出来浓浓黑烟,幸好没有人员伤亡,你赶紧过去看看吧,大火越来越大了。 好的,小贝利亚,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个消息,我现在就开着消防车出去灭火,你要呆在安全的地方,不要到处乱跑,知道了吗? 赛罗转过身,就跑到消防车上,几栋车子就出发了。 他堆奔在马路上,很快就来到了着火的现场,来不及休息,调整消防车对准火源,开始喷水灭火。 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救援之后,熊熊燃烧的大火终于被浇灭了,太棒了。 哎呀,我的天哪,这个火实在是太大了,好不容易才把它给浇灭。 这到底是谁在开车啊,怎么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,挖掘机都跑到了大巴车身上去挂着,肯定是他们开车超速了。 哎呀,开着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,这两辆车子堵在马路上也不是个事,我得赶紧找辆,拖车把他们给运走,把道路疏通才能够。 我想,不然会造成拥堵的。 赛罗飞奔在马路上,很快就找到了一辆崭新的拖车,他立刻跑了上去,启动车子,就来到了发生车祸的地点。 赛罗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,把所有坏掉的车子全都固定在了拖车上,然后把他们运到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,他太厉害了,道路也被顺利的疏通了。 哇塞,赛罗叔叔真的太棒了,这么大的火都被他给浇灭了,消防员真的好勇敢呀,我长大了也要当消防员和他一样去守护光之国保护大家的安全,现在我要开着消防车也去巡逻了。 对了,大家知道消防员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吗?